英国斯贝式航空发动机是60-70年代十分优秀的涡扇发动机,其民用型号广泛装备各型客机,以省油,性价比高而著称,而军用型号的推力则十分强大,可靠性极高。 美军在当时最为拔尖的F4鬼怪式战机,为了获得更好的性能,也不得不低下头向英国人讨要斯贝发动机的技术。 颇具黑色幽默的事,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二战期间美军的P51也码是战机采用的也是英国发动机技术,美智鬼怪式战机,不过与美国的全球野心不太一样,当时的英国早就没了日不落币国的光辉,想得更多的是挣钱过好小日子,手头竟然有那么多技术,那么用技术卖钱自然是一条挣钱捷径,在英国人眼中,生意是第一位的。 至于和美国是什么关系,那不太重要,实际上,40年代末的时候,英国就向美国的对头俄国出售了最新式的尼恩喷气发动机,米格15。 当时俄国人的喷气发动机技术落后,还处在消化二战德国喷气发动机的阶段,德国人很多产品可靠性不佳,这款英国成熟发动机的到来瞬间帮助俄国人敲开了战后第一代喷气式战机的大门。 50年代,当使用英国发动机技术的米格15成为美军空中最强劲对手的时候,美国人心中恐怕是诅咒了英国人上万遍,四倍发动机。 70年代开始,中国与英国开始就四倍发动机的引进项目进行磋商,当时英国愿意向中国出售四倍,除了挣钱,也有维护关系的需要,因为当时中西方关系正在逐步回温,英国人可不想错过这样的机会。 在谈判过程中,英国人倒也很是豪爽,没有藏着捏着,也没有像俄国人一样搞点二流技术来充数,其提出,可以向中国提供民用和军用四倍发动机的成品,零部件,毛皮件,更可以出售技术资料,帮助中国建立四倍发动机的生产线。 这种表态虽然背后是有经济利益的考量,但在当时技术封锁的大背景下,这的确是难得的,空六曾预想用四倍发动机改进。 70年代美国人虽然也试图缓和对华关系,但其并不希望中国掌握如此一流的大推力航空发动机技术。 这种技术直接被美军一线战机所使用,开始对英国方面施加压力,要求其不要对华出售四倍发动机的技术资料。 成品出售也应该只限于民用版本,但英国人顶住了美国的压力,甚至在美国人没有点头的情况下就与中方签订了协议,非爆战机的动力也得益于四倍发动机。 当然,英国方面得到的货款是十分丰厚的,当时参与引进四倍发动机的人员回忆,当时四倍引进的一个压力就是实在太贵,四台发动机的价钱就比得上一架轰炸机了。 但对于这种难得的获取顶尖技术的机会,我方下定决心,花再多钱都要弄回来,五十台四倍成品发动机,和相关配套的技术资料,零件价钱,如果根据购买力折算成今天的价格,大概相当于十亿美元左右。 这的确是很贵的,对于当时的我国而言压力很大,但这种最大推力达到十吨的新式航空发动机的到来,却让我国接触到了当时最新式的军用航空发动机技术,还是值得的。 近日,据印媒报道,印度国防部对外宣布,印度将向缅甸免费赠送6架HJT-16基南初级教练机,该发言人还表示此举是为了巩固和缅甸的友好关系,以及提升缅甸培养飞行员的能力,并表示印度方面还会派出大批印度专业人员驻扎缅甸两年,为飞机提供后勤维护服务,并且还会帮助缅甸飞行员进行训练, 但军事专家却表示,印度拉拢缅甸主要是为了平衡北部邻国在缅甸的巨大影响力。 一,缅甸收获哭笑不得。据悉,缅甸方面此前采购的骁龙战斗机也在近期完成了首批交付,为此缅甸不仅引进了国产K8教练机,还向俄罗斯采购了亚克-130高级教练机。 按理说印度此次提出无偿赠送6架教练机,缅甸方面是非常乐意接受的。 军事专家透露,缅甸在听说此消息后确实非常心动,但厌货时啼笑皆非的场面出现了。 据相关人士表示,这款教练机不下于20年的机灵,保养情况更是一言难尽,而印空军的维护和保养能力也一直受到外界诟病。 缅甸方面更是不敢猜测这些教练机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导致缅甸飞行员无人感碰。 2.AJT-16教练机性能介绍 专家介绍,这款教练机研发于上世纪60年代,至今总共生产了250架,很多已经面临退役。 这款教练机使用的是能够容纳两名飞行员的并列双座驾驶舱,配备的是窝喷发动机,长度为10,6米,地展为10,7米,最大起飞重量为4,2吨,最高时速为700公里,航程为600公里。 专家还表示,这款教练机不仅能够用于训练,还能携带2挺7、62毫米轻机枪等少量武器,并且拥有4个武器挂点,能够携带一吨重的弹药、火镜弹吊舱等,能够进行低烈度的对的支援作战。 3.印飞机失事原因曝光 报道中称,尽管印度方面认为无偿赠送飞机是善意,但是缅甸方面对于这款几乎是废品的飞机并不满意,此前外界也一直盛传印度作为全球坠机事故最多的国家,甚至印度最多的时候一年坠毁了52架飞机,这就相当于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有一架飞机失事,而外界更是猜测这和印度的教练机脱不了关系。 据调查,印度一半的坠机事故都是人为因素导致,想必印度如此高的失事率下,也就不难解释为何缅甸飞行员为何不敢飞印教练机。 日本媒体和美国海军学院新闻网以及Twitter用户消息,当地时间12月6日凌晨,美军驻日本沿国基地一架FA-18大黄蜂战斗机和一架KC-130空中加油机在太平洋日本海岸附近发生碰撞后坠毁。 美国海军附战队随后证实了该消息,并表示,因为战斗机和加油机相撞并坠毁,搜索和救援行动还在继续进行。 事故发生的具体时间是12月6日2点左右,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早些时候,日本NHK电视台报道称,相撞的FA-18大黄蜂战斗机上当时有两名飞行员,而KC-130空中加油机上共有5人。 事发后,日本自卫队以及日本海上保安厅立即做出响应,前往事发海域附近搜救失踪的美军人员。 美国士兵也参加了救援行动,目前已经有一名飞行员被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直升机营救上来,据悉尚有意识。 当地时间中午12时左右,第二名人员被救起,目前还无法确认其身体状况,剩余5人还在搜救中。 日本自卫队目前已经向事发地派出了6艘海岸防御舰和一架飞机。 根据初步消息,这两架被部署到美国驻日本山口县沿国空军基地的飞机当时从该基地起飞,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可能是在加油期间发生了碰撞。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的消息,飞机相撞坠海并未造成任何民用船只受损。 俄罗斯媒体称,有4台既在计算机可以控制FA-18战斗机的侧倾、抚养和偏航,每台计算机独立运行并放置在单独的隔间中,提高飞机的电子控制系统的生存能力。 这款战斗机是美国海军的主力战机,并且很多欧洲和亚洲国家都装备有该型战机。 此外还曾参加在利比亚、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军事行动。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目前,日本外务省要求美方提供两架飞机在日本海岸附近发生碰撞的细节。 东京还就发生的紧急情况向美军指挥部表示了哀悼。 在过去两年时间中,美国海军曾发生多起事故。 2018年11月,美国海军一架FA-18战斗轰炸机,在训练时坠入了距离纳巴市中心290公里的东南方海域。 两名飞行员成功弹射并被救起。 据了解,发生事故的原因是发动机出现了问题。 10月下旬,美国海军MH-60海鹰直升机坠毁在菲律宾海上航行的里登号航母甲板上。 2017年11月,美国海军C-2A灰狗运输机在菲律宾海坠毁。 机上共有11人,其中8人获救,3人死亡。 2017年4月,美国海军一架直升机在关岛附近的太平洋水域坠毁。 美国海军新闻局称,这架坠毁的直升机当据俄罗斯官典报12月5日报道。 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亚历山大土耳其诺夫周三宣布称, 乌克兰在敖德萨附近的试验场试射了海王星反舰飞弹,飞弹成功击中了300公里处的全部8个水面目标。 乌国防部长斯杰潘波尔托拉克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就在10分钟前,他们向我报告了已成功完成海王星反舰飞弹的测试。 土耳其诺夫指出,该巡航飞弹进行试射的目的就是检验打击水面目标的距离和精度,经过现代化升级的系统能够提供可靠的保护,避免受到来自空中以及海上的侵略。 此外还能显著加强对黑海和亚素海海岸的防御,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今年1月宣布,该国首美反舰巡航飞弹海王星试射成功。 当时俄罗斯官演报曾发消息称,乌克兰似乎已经开始为自己生产一种新型武器,许多俄罗斯专家开始对这一情况进行认真评估。 8月,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敖德萨地区举行演习期间也发射了海王星飞弹。 土耳其诺夫当时表示,飞弹击中了100公里处的目标,但是,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称,海王星的最大射程已经被决定了。